原标题 以韩国志伦桥男士做我国贝兰 写300多危险物质 一旦进入后果严重毫无疑问 我国在2017年7月颁布 2018年正式实施的洋垃圾建议 是改变我们生态环境的一大重要举措 也是送给我们后代最好的一份礼物 洋垃圾建议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过于迅速 各个行业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也因此对于环境问题造成了疏忽 例如长时间以来的洋垃圾问题 它在带给我们利益的同时 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 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所以在近些年 我国逐渐开始 将主要经历 转移到环境保护上 此次颁布并实施的洋垃圾建议 就是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举措之一 在洋垃圾建议实施之后 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影响巨大 很多国家由于自身垃圾处理能力有限 国内垃圾堆积如山 美国也曾多次请求中国取消洋垃圾建议 但都无空而返 于是很多国家便开始想一些外门邪道 来继续向中国运送洋垃圾 比如说走私 据媒体报道 在7月25日温州海关拦下了一艘来自韩国的货轮 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后 发现这艘货轮上堆满了旧衣服 共有300余顿 而且散发着冲击群天的味道 报道称 海关人员在现场检查过程中都 险些被臭味熏导 随后货轮上的4名事案传来员全部被警方逮捕 此次查或来自韩国的300吨洋垃圾不同以往 据介绍 这些洋垃圾并不是普通的旧衣服 其中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国外的垃圾厂 以及太平街 下面也因此携带着各种病毒和细菌 所以这些衣服可不是洗洗就能穿的 是想这些洋垃圾一旦流翻到国内各地 那些民间小作坊会费力的去进行彻底消毒 所以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对于国人的安全将带来隐患 我国警方表示 此次截获的300吨洋垃圾将会全部焚烧处理 并对其上家和下家严家追查 对于此次的所有涉案人员严惩不在 在我国洋垃圾建立实施以来 洋垃圾也被拦在国门之外 但是国内总有一些人为了一点薄力 无视国家建立走私国外的洋垃圾 对于这种行为 我们也要加强监督 绝不顾惜那些为了眼前利益 而公然将这些洋垃圾 运入国内的非法商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